余心園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它在兩個地鐵站中間 下面就是巴士站 這個公園收集的木化石 我想可以算是世界級的 除了它有木化石的主題 我們也引入了時間主題 希望它成為很多人 一生中不同時段 可以在這裏和家人或朋友 去慶祝人生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們這裏也有一組的人生理程碑石 那個體驗館 我們希望看木化石 你未必會明白背後的東西 我們就希望做一個小型的私人博物館 裏面會將木化石後面的科普知識 給別人展現出來 但我們不是純粹從一個科學館 做科學館的手法 我們好像做藝術館的做法 所以報展的情況下 我們會加入很多藝術的元素 例如我們會用到詩 用到名人的句子 希望除了在科學知識之外 人們是有感動的 是受到啟發的 甚至有些木化石的切片 如果你去看過 我們好像做到一個小型教堂 好像教堂裏面的彩色玻璃 希望你有一個很震撼的感覺 亦有很多位置打卡 小朋友可能木化石對他們來說很陌生的題材 他一眼看下去就是一個木 我想他們可能連木和石的分別都未必分得到 我們體驗館裏面 其實都有這方面的基礎知識 化石形成的過程 例如他怎樣抗化 原來抗化不成可以變成一塊碳 帶出一些化石燃料和敏感的知識 另外亦有很多關於環保的概念 希望他看完這個東西之後 不單止認識了木化石本身 例如對地球的歷史 甚至對物種的滅絕 甚至怎樣令到地球更永續 都會有些認識 這裏有很多木化石 但我自己都有幾件特別喜歡的 其中一件就是聖利石 聖利石我喜歡非常簡單的 因為它的形態有別於其他樹幹式的木化石 你會見到它有個鴉 其實它在主幹上有兩支比較粗的樹幹 不止兩支的旁邊都還有的 不過就已經可能是山已經是財了 所以這個形態就好像人生裏面做了一些很開心的成就 有些成果就是一個勝利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們喜歡除此之外除了形態之外 你見到石本身的色澤 都有些跟其他有些分別的 你會見到灰黑色比較多的位置 就是中間的地方它是比較多的碳的成份 而我告訴大家這件事我見到的兩年多了 它的銀彩色調都不斷有少少少少的輕微的改變 我相信未來歲月裏面它那個灰黑和白的比例都可能有變化 亦都不要緊要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我們所說的 其實木變成石之後 化為石之後 正正就開始了另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我們將它擺出來給大家欣賞的時候 觀賞的時候亦都是它一個新的里程碑 當然你如果再仔細看 它上面的切片都有很多樹木本身的纖維和組織 留下來給大家看到的蛛絲麻跡 通常我們接觸的化石 是比較多是大家想像到的恐龍、長毛象、古生物的化石 那些是一些動物剩下來的骨骼 是在微土下面長時期跟土壤裏面的質材互相交換 變成一個化石 恐龍、蛋也是可以有化石的 另一類化石就是有些竹刃或是有些棲息的地方 它們經過地面留下了一些所謂的痕跡 而突然有一個地殼的活動 是在高壓下面保存了那個形狀出來 而第三類我們在魚森園裏面見到的 就是木材也是一個地殼或是火山活動 經過了一個突然的轉變之後 它們是埋藏了一個表土的一個較深的地方 遭受很大的一個壓力 但是亦都沒有因為太深入在地表下 是沒有氧氣不夠氧氣 亦都沒有其他的所謂的細菌生物的存在 那它們得以保存 要不然那些木材本身在一般的埋藏下面 就一定好一年兩年三年間就會全部腐化了 那這個就是它珍貴的地方 而且亦都因要過程很漫長很漫長 才可以將木材裡面的纖維 是跟那些泥土裡面慢慢交換變成化石 那保育木化石呢 正正我剛才說的就是 現在這個博物館的一個規模 亦都是在那個博物館的收藏那裏 我們展示這些化石 這些這麼珍貴的藏品都是需要負責任地去保育它 而它在木化石是一個天然的戶外環境 是有幾個最大的一個所謂的挑戰 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炎熱的夏天 亦都很大量的雨水 亦都會有颱風等等 所以第一個就是那個溫差的分別 是可以由我們之前那幾度 冬天到夏天六七八月下午這裏 石的表面可以四五十度 而裏面的質材呢 因爲有這樣的溫度的差異 它們有膨脹收縮 令到它質材方面是受到一些所謂影響的 第二就是雨水和風天氣的侵蝕 這個必不能少 這個一定要小心的 第三就是太陽的紫外的蛇線 是會令到表面上的顏彩 所以那些礦物質淺出來的顏色 是會有改變的 所以這幾方面我們都要去照顧 因此我們做了一些最基本 最低限度的保護措施 除了不要盡量將它那個表面的 可能一些損毀的地方 或者一些馮規的地方填補它之後 讓雨水不要進去而衍生其他問題之外 我們都在表面上加了兩三層的保護膜 這些保護膜是可以一 是減少雨水停留在表面 不會是所謂整濕了 而令到它滲入它的質材 那個化石裏面 第二亦都某程度上 是可以減少了紫外光對它的損害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